这周末天气很好 真的是出游的这个好时间呢 我们要带您看的是 童花季已经开始了 那么在周末呢 桃园大西有这么一场 亲子童趣嘉年华的活动 还看到小朋友打扮成童花公主 实在是非常的可爱 唱出浓浓的客家风情 周末在桃园大西的童花季 就是邀请亲子一块来赏童 还有小朋友扮起了童花小公主 果然成了台下的另一个焦点 头上带这是什么东西 花冠 是谁帮你做的 妈妈 妈妈帮你做的 我想要参加这个童花季 喝一口 鲜菜 2009客家童花季 从4月18号到5月17号展开 今年进入童花季第八年 规模更是创纪录 预计将可以为客装创造 80亿的双击 桃园大西花海农场举办 这个活动最重要的是 是一个亲子活动 所以我们鼓励所有的亲子 大家 大人带着小孩一起来参加 所以因为我们希望呢 除了大家全家出来旅游之外 我们最主要希望 让小孩子从小就能够体验 我们的客家文化之美 满山遍野的童花 果然让人惊艳 客家童花季一直举办到5月17号 民众不妨抽空 带着全家大小一起出外赏童 还可以感受到最在地的客家文化 中间新闻张亚与刘家伟 桃园报道 中间新闻张亚与刘家伟